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任志愿是林鄭在財金政策的其中一個靠山 本來只有三條支柱 變成四大靠山 都是行政會議的成員 任志愿 茶屎美林 陳志思 和周崇江 令人覺得奇怪和失笑的地方 反而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不是四大靠山之一 而且在公開場合 林鄭公開羞辱 野餘陳茂波 可見他是多麼看不起他 我們這一筆有機會再說 任志愿昨天他的網誌 叫做觀點 大家知道他做這個金管局總裁的時候 會有寫的 每次寫的 發表之後就成為了各大傳媒 爭相去解讀 覺得自己好像連儲局一樣 美國寫的觀點是怎樣 大家都爭相去解讀 昨天又重出江湖 已經複別了幾年之後 在他的網址上登這個文章 就講《基本法》 第107條條文有關公共財政的開支問題 他這篇文章叫做《香港公共財政管理》 第107條是講什麼呢 就是講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財政預算 以量入為出為原則力求收支並行避免赤字 並與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率相適應 其實這個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很多人就視這件事為一個天條 例如不可以有赤字預算 因為你說到明 避免赤字 又例如甚至曾駿華的年代 與生產總值的掛勾 總開支不可以超過生產總值的20% 其實都是等於 並與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率相適應 其實如果這樣嚴格地說 曾駿華都叫做沒有違反這個條文 不過你說他是不是很僵化地去處理呢 這個就是不同的經濟學家 不同的派別 完全有不同的結論 任志剛在這篇文章裡面 其實用詞都挺厲害的 挺重的 他就說過去十年 經歷有史以來的偏低經濟增長 這個批評政府一直採取這個守財路的政策 導致大量盈餘出現 拖著經濟後腿 可說是穩健有餘 進取不足 亦都是不合時宜 任志剛就說 政府可以運用財政政策速 雲觀經濟管理 如經濟增長速度太慢 就需要增加開支 減稅和做赤字預算 這些全部都不是新東西 香港也試過 例如在沙士之後 梁錦松那個年代 也有挺厲害的赤字 挺厲害的赤字 我們看到梁錦松也做過 任志剛 我覺得挺好笑的 林鄭呢 其實是做過財經事務庫務局的重要官員 當然是說回歸之前 梁振英、曾駿華 做特首和徵政司長 他就做政務司司長 任志剛在曾蔭權年代 長時間做金管局的總裁 也是同樣做裁野的 曾駿華是共事的 如果長期以來 曾駿華做財經事司長的時候 那種守財奴的政策 去拖垮或者甚至拖慢 香港經濟的發展的話 無論是林鄭也好 無論是任志剛也好 他們都是雜無蓬太 因為他們是政府班子裡面 有份做決策的重要成員 不過你可以說 不是你 我叫他不要這樣做 但是這個才爺一直都是守財奴 他不肯花錢 所以一致是這樣的 我不是經濟專家 我今天也訪問過經濟專家 他們的分析說 究竟可不可以將曾駿華 界定為守財奴 其實 未必可以的 因為嚴格地數過去十年 曾駿華派堂派了三千億 三千億是一個相當大的數目 十年派了三千億 你說算不算是守財奴呢 其實他意義不大 因為他一直派了錢 過去十年政府的總開支 是由二千億每年增加到四千億每年 即是增加了一倍 算不算守財奴呢 從這個角度來看 那我就覺得 都未必 因為如果你嚴格地說 這樣去花錢其實都比較鬆手 你可以批評他什麼 究竟你這樣花錢有沒有亂花呢 有沒有將這些錢派了 其實是對於整個經濟的發展 或者是所謂投資未來這個概念 是會令到所謂效益低的呢 你派了就別人去買東西 除了刺激消費之外 有沒有用呢 你可以這樣批評 我覺得這樣批評就到位了 但任志光這個批評就說 因為你過往那種保守財政政策 令到什麼呢 令到拖著經濟的後腿 穩健有餘 最不足不合事 我覺得這個批評呢 他在罵人的時候 其實是在罵自己 也都沒有到那個焦點 那個焦點也不應該放在這裡 江湖傳聞或者官場傳聞 其實就說這個任志光 為什麼要這樣批評呢 有兩個原因 一個原因就是表面上 當然要配合林鄭 林鄭隔揚 在新加坡說 我很同意她的觀點 同意任志光觀點 和我的理財新智學 又異曲同工 我們沒有夾過的 這些完全都是此地無人三百兩 是為林鄭洗大錢 明羅開道的一篇文章 第二件事 傳聞就說任志光 其實和曾俊華有私怨 那私怨是什麼呢 就是當年其實任志光 應該做這個總裁 大概是終身債 一開始的時候 根本就沒有說 每兩年或者每幾年簽約 不停地做下去 到曾俊華那一年代 就想踢走她 然後就跟她簽約兩年 若本就叫她拜拜 找陳德林做 任志光一直寄到現在 趁機說 用我不同意你的財金政策 做一個理由去批評她 我不敢肯定 這個江湖傳聞 當然任志光在曾俊華做財議的時候 因為曾俊華是他老闆 至少是離職的 那是否存在私怨呢 我不敢肯定 不過剛才說的那個批評 其實我覺得是失誅偏頗 她不是不肯花錢 而是不肯花一些我認為 如果要批評她 應該花的地方 例如全民退步 例如這個 我們的醫療的開支 你看公立院爆得這麼教官 例如老人的開支 包括這個 老人中心也好 院舍也好 你看現在多少老人院的醜聞 就是政府的投資不足 如果政府 由曾俊華 或者再早些 董的年代 一路看著香港人口老化 將投資擺多一點 來這裡 我們不會看到老人家這麼淒涼 任志剛為林鄭大洗錢 明羅開道 其實這九千多億 會不會一下子 吩咐吩咐吩咐 其實我認為 我認為 令我最擔心的地方是什麼 回顧一下 其實 在 梁振英的年代 其實她一路 是想搞一件事 搞一個好像淡馬錫那樣的主權基金 就用這些外匯儲備 這個財政儲備 就做 投資 這些投資 其實就是 風險非常高 不像現在金管局那種 買債買股 甚至買倫敦的民業 很穩陣 都虧得很厲害 一段時間 最近賺得多些 但是 這個大馬錫的這個概念 其實就是 給一塊錢出來 是任得 這個主權基金的負責 去投資 包括大陸的東西 他們很想 其實大陸是很想 香港的這個大錢 這個儲備 在某程度上去支持人民幣 支持內地的某些企業 要不然要你們做什麼 對不對 這件事又被曾 在某程度上去投資 和他的財政班底 極力阻止 搞這個金融發展局 其中一個 很重要的功能就是這樣 金法局裡面也有很多大陸的 這個 紅色的資本代表 在某程度上去投資 金法局變成一個研究機構 變成一個口水會 另外擔心的地方 梁振英已經拜拜 但是 陳茂波在這裡 陳茂波是梁振英的馬 眾所周知 會不會 大家連城一氣 大家知道曾晉華留下 在曾蔭權的班子裡面 留下 在梁振英做這個財政司司長 是中央屬意的 希望他看著盤數 今天 變成天了 會不會這個淡馬錫 主權基金的提議 是會敗部復活呢 我們的財政儲備 會不會一下子 丟進去投資大陸的東西 一夜之間 每人間蒸發 這筆錢是什麼錢 大家必須注意 這筆錢是頂著我們港元的錢 如果這筆錢 如果這筆錢一直在虧 我們港元的支持 受到很大的衝擊的話 我們手上的儲蓄 就會無端端水瓜打狗 建立一節 大家 也有很多人都說 要保住自己的身家 慢慢想想 不要只存那麼多港元 人民幣固然存不過 一路貶值 是不是換到美金 會實際些 我強調我不是財經專家 但現在看局 見到 即使他不是搞主權基金 去大陸的投資產品 也好 去買大陸的投資產品 也好 他這樣去花錢 究竟他要花在哪裏 會不會也會建立很多大白象工程 建立很多基建 這樣的話 你會知道高鐵 八百比九百億 一路超支 隨時是一千億 港珠澳大橋 已經超支 在這情況下 我們的錢 很快就可以用完 同樣道理 我們的港元 能不能頂得住 我們是不是要想一想 用什麼方法來自求多福 如果大家想對我作出實質的支持 就有一個方法 進來這個網誌 是我的網誌 你就會見到一個月訂計劃的按鈕 當然你要有PayPal 也可以用PayPal 一次過去支持我 還有呢 如果你說要進去我的戶口 你的戶口號碼的話 你可以用Facebook來PM我 還有一個方法呢 就是直接把這個滑膳支票寫我的名字 寄去以下這個地址 中英文也可以 在這裏我很衷心的感激 多謝大家 對我的支持 請繼續收看 心直口快